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非偷窃 直播中燕熙还晒出了自己在酒吧的付款截图 称自己以为这三千多块钱是包含着戒指的钱的 如果说自己确实存在没有付钱的行为 一定会道歉并多倍赔偿 今天凌晨 店主在发文 如他所愿 已承认偷盗 明天来店里给我们道歉并赔偿 燕熙则否认承认偷盗 并无承认任何事情 目前在调查中 请大家淡定 一个说已经承认 一个说正在调查 一时间吃瓜 群众也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开门做生意 碰到小偷这种事 又有监控为证 正常人都应该选择报警吧 结果这位店主却在微博和豆瓣声堂 网友是能帮他判案 还是能帮他抓人啊 这种行为的目的都不单纯 如何能让人相信他说的话呢